大哥 我是Qmo 記上一段Qmo那個就不講了 Qmo現在就來講Qmo自己關於 對湯普森 湯普森M1A1 WJ把M1A1事實上是Cyber Gun 他這一把槍的感想 穿衣服啦 因為今天很冷 現在只有15度C而已耶 各位看 下屬輪 打出來 OK 基本上來說 Qmo在最近的這一些 的實際的保養 跟測試的狀況下 Qmo真的覺得 基本上來說 W的槍 他以他的售價跟他的CP 越來越靠近 越來越靠近 也不知道說越來越靠近 他實際上本身就一直有在進步 而他現在也是變成許多槍有的一個平台 為什麼是說平台呢 因為有很多人 因為W他的量比較大 所以有很多人就是說 喔好 他今天就像以前的M14一樣 我就會出他的木托 大家就可以去把木托把它補齊上去 或者是外觀件啊 或者是機身啊 槍機啊 上機甲啊 有些廠商就說 喔我來做鋼製套件 那 雖然現在 M1A1 我們現在先來論 他的改裝部分 M1A1 雖然說他目前還沒有試出許多的東西 但是已經有很多廠商 已經著手在進行了 那當然呢 大家今天也應該有看到一些消息 OK 今年的五哈季呢 會在四月份 在台中 我Qmo也會去 那相信呢 那時候也應該會有一些廠商呢 就會把湯姆森的一些東西 把它釋出來 不管是鋼製套件 之前已經有人說 已經有 有塗出來了 有塗出來了 那到時候做出來的效果怎麼樣呢 大家不得而知 那所以呢 在外觀上呢 跟材質上呢 其實大家真的 你不用擔心 如果你是這把槍的愛好者 你不用擔心 他一定會有補品的 一定會有補品 OK 那這是外觀的部分 Qmo的感情 跟他未來的升級部分 外觀升級的部分 那再來呢 效能的部分呢 Qmo 因為 Qmo這幾天太冷了 所以Qmo沒有辦法 很實際的去到外面去測試 有風又有雨的 測不準啊 那但是呢 有幸 我在上個禮拜的時候呢 剛好我在台中打 有遇到 也有槍友 他也有買這一把槍 下場 打起來的感覺呢 事實上來說 因為他的彈夾 因為他做的這個是 50發的長彈夾 50發的長彈夾 所以他的氣容量蠻夠的 那那時候在打的時候呢 他的氣化狀況也不錯 那所以呢 關於打遠這個部分呢 大家真的不用擔心 但是 但是 他在那時候 實際打的狀況下 你可以說 我們今天把他的畫布調 他的畫布調 你可以讓他筆直的出去 但是 他卻會因為 卻會因為 你射手的關係 因為他今天他會有後座力 大家不要忘記 他 他補正的後座力還蠻大的 所以打著打著 會晃 再加上 他本身齁 你今天在底槍的時候 在抓的時候 跟你在瞄的時候 基本上來說 因為這畢竟 是以前 舊時代的 比較 你知道嗎 二戰時期的槍枝嘛 所以他的 一些啊 不管是你今天在握啊 或者是底牙等等 一些 動作上面來說呢 QMO覺得他 震動會相當影響你的準度 震動會相當影響你的準度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 實戰派的 那 你真的要好好考慮 不過當然啦 最近因為M1A1出來之後 也有很多一些 人家就說 外國也有M1A1的戰術啊 改得很漂亮啊 握擺也 做得很人工化 符合人音啊 就是做得很舒適啊 然後整體這樣都做得很有 做得很符合現代 那又另外一回事 那大家可以去買 如果你真的有愛的話 那是OK的 對 只不過QMO真的覺得就是說 他對於射擊方面來說 他的後座力是他的爽度 但是也是他的 不準的地方 QMO自己是這樣認為 那他基本上來說 出去的彈道啊 遠度啊 其實基本上是OK的 是真的夠用的 是真的夠用的 OK 那最後呢 QMO就要來 不得不提到他的操作感 M1A1的操作感 操作感啊 操作感 怎麼是操作感 例如說假設你今天 跟人家 我今天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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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我今天 要上彈甲 我今天已經上好彈了 然後我開始跟人家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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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在這一面這邊有一個 大家看到這邊 有一個退彈鈕 往上推之後 你才有辦法把彈夾拿下來 QMO真的覺得 這個 你這樣是整個握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的大拇指 我根本就摸不到我的退彈鈕 我沒有辦法把它往上挺 那當然有些人如果說 那我可以靠另外一隻手來拖壓 好啦你拖壓整個彈就掉下來 或者是 你今天也許有QMO跟另外 我們有研究 我們有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這樣子 你可以 例如說我這邊先按 這邊先往上推 然後這隻手來抓 因為這個一推它就掉下來 它就掉下來了 各位 這隻彈夾不便宜啦 所以就等於是 它今天它的 蟹彈的部分 QMO覺得真的非常的 對嘛 你要拿開身體 往上一推 我看著它往上一推 然後拔下來 放進口袋 然後放進你的蛋袋 或者是什麼 然後之後你再拿下一個 再塞的時候 各位 M1M不好塞啦 你要很準的去 塞到那一個 大家都剛剛看我操作吧 QMO真的塞半天啦 它真的不好塞 因為它是真的是靠 它是真的靠這個勾 這邊這個勾槽 去 去卡進這個勾槽 OK 它沒有一個蛋夾緊啦 所以QMO呢 就覺得 在這一點齁 這真的是非常 你換這個蛋的時候 你大概就被人家打死了 那這是我那一天跟他講最多次的 他說他那要換蛋 他說要先躲好 躲好之後呢 然後再把蛋換好了 然後輪再出來 這樣子 QMO覺得 M1A1齁 我們回過頭來 如果今天你是一位 嗯 裝備 你覺得你喜歡二戰的槍枝 或者是這一把 湯普森M1A1 你很愛 超愛他的一把槍 買他就對了 你完全不用考慮 目前市面上來說 其他家的部分呢 現在就W 他現在做這個 系統也非常完整 OK 那也很奧 那個企劃等等的 雖然說外觀的部分 但他還可以接下 還可以靠補強去加強他 所以 這把 M1A1真的是你最好的選擇 如果這把 真的是你喜歡的槍 甚至有些人呢 像最近不是有一些電動玩具啊 什麼啦 或是Cosplay啊 他們我相信 如果他裡面有角色是拿這一把槍 他去買也是很OK的 因為這把 作動感來說啊 等等 作動感來說 還有他實際的重量啊 還有 他看起來的感覺 其實都蠻OK的 但如果你今天是一個追求 OK我今天下場 我就是需要有 我的槍必須要穩定 然後 要 然後要 你是比較追求 就是在場上活動面 你是比較需要 能夠擊殺 比較多一點的人啊 那 這把M1A1呢 可能 就跟你比較不打嘎 你可能 買了 你會覺得 你用也用不習慣 再來第三 他還是有所謂 因為畢竟M1A1 他還是一把二戰時期的槍枝 二戰時期的槍枝 二戰時期的槍枝 所以以QM的角度來說 你今天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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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咻 你拿一把湯普森 你拿一把湯普森 然後你頭戴 現代的戰術 戰術頭盔 你不會覺得這樣很奇怪嗎 很奇怪吧 所以基本上來說 是會有一個所謂 你今天還是要去考慮就是 你的 你的 外 你的 裝備的搭配 我那個朋友啊 在台中那個朋友 他是真的搞了一套二戰裝備 然後再去 然後 拿湯普森 是真的剛剛好 但是事實上來說 很多人 是不能這樣子做的 因為 你要湊齊一套二戰裝備 即便是仿的 你也要花一些心思 那是真的會很喜歡的人才去搞這個東西 所以呢 最後總結 Qmo認為 如果 M1 A1 對你來說是一個 你很喜歡的牆子 光擺 把玩 你就超開心的 那你一定可以買它 或者是你是對二戰非常有興趣的人 你買它你也不會後悔 你真的不會後悔 那個CP值真的夠了 真的夠了 但如果你今天 你已經 已經有自己 所謂的 就像Qmo一樣 我有一個現代裝備 或者我是AR系列的人 那基本上來說 你買 M1 A1 事實上來說 這只是 好像還不錯這樣 但實際上 它對你的效益並不是很大 那當然啦 以上 是Qmo自己的感覺 是Qmo自己的感覺 買槍是每個人自己的 需求 跟喜好 當然也可以買起來當收藏 這也是很OK的 那Qmo呢 今天就針對 湯虎聲呢 一些自己的感想 就說到這裡 那關於測試的部分呢 Qmo回來台灣之後呢 還會再繼續排下去 還會再繼續排下去 那當然如果有什麼Qmo 沒有說到不足的呢 請大家留言在下面 跟Qmo講 Qmo也會跟大家回答 好那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謝謝